加强商机的还有高规低价的大陆手机 作为中国前四大手机品牌的酷派 新机在台湾登场 台北644魏元发核心处理器的F2 有着5.5寸的大荧幕 不但支援4G LTE 还有双卡双带的功能 相机1300万画素 不过价格却是5500元有涨 从网路上直接播放音乐 也不会卡卡 配备64魏元处理器的大陆手机 酷派大神F2正式登台 支援4G LTE上网速度快 还有双卡双带的功能 在追求速度的同时 也不忘人性化的设计 有大字体模式可以选择 荧幕看久也不会累 还有快速智能解锁功能 像是手指在荧幕上画一个C 就立刻出现拨号功能的画面 照相功能也一样有看头 然后之后按拍摄 接下来画中画的意思就是 第二张照片显现出来 这边就可以让你自由的移动 那我现在想要来个自拍 预览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刚刚拍的照片 如果觉得单拍一张照片太单调 手机可以直接拍完风景 立刻再自拍结合成一张照片 或是觉得景台照片不够看 也能连拍20张 立刻成为照片动画 如此高规格的手机 价格却不到6000元 几乎是iPhone 6 Plus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价格 但对于一些品牌来讲的话 其实压力比较大 因为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售价 其实会侵蚀到过去 他们的一个手机的一个利润的部分 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产品 都主打所谓支援 它的处理器有支援到64位元 那甚至说它前后镜头 都有到1300万画素 其实像这种5.5寸的中高阶规格 却低价的手机并不少 其中酷拍大神F2和红米Note 都是八核心 RAM的部分则是只有Xperia C3是1GB 其他三款都是2GB 相机画素部分 酷拍大神F2 红米Note和Desire 820 都是1300万画素 不过价格则是红米Note的 4799元最便宜 会比较想要用一个有知名品牌的 大陆手机比较没什么品质的感觉 虽然大陆越来越多主打高规低价的手机 进军台湾 不过要如何摆脱品质不良的刻板印象 得到消费者青睐 也考验业者行销宣传的功力 记者杨宝珍 严连凯台北报道